這兩位阿山阿蟹 你們打算來沖繩玩多久 我們在這裡住了七年了 今年我們在沖繩住滿七年了 我們在這一兩年多了很多followers 除了Facebook之外 還有YouTube 有IG 我們用多了很多渠道 可能有些人以為我們是周到去旅行的travel blog 但其實不是的 讓我們先講解我們的背景 我們在2016年的1月25日落地沖繩 然後我們在2017年開了我們的潛水泡 清潛是中文的潛水泡 然後就在2019年 我們拿到永住正式扎根沖繩 我們來日本的時候 Mia將近四歲 到現在將近十一歲 很多人都問過我們 其實Mia的母乳已經是入穩了 我們今年多了一個新成員 又不是今年 我們去年多了一個新成員 又是這個PVD 我們都猜不到貴可以這麼容易 而我呢 其實可能有些人都知道我是有癌症的 但是我來之前幾年 就在香港發現了 我有一個很稀有的腹甲狀腺癌症 甚至去瑪麗醫院 把我拿來做研究對象 搬到日本之後 但是醫生 醫生反而告訴我 我認為日本是多了很多這些個案 他們很肯定跟我說 這隻癌症不會殺死你 但是你要不停地做手術 看到這個就要切除 幸好我已經做了兩次電療 做了幾次手術 幸好因為我仍然可以做到手術 仍然可以去到不同的地方 潛水 去到行山 如果大家想知道的詳情 可以看回我們第五年的影片 疫情很老實說 是一個太弱留強的機會 很多事情都可以重新 但是大前提之下 你要已經裝備自己 以及準備好 無論你移民也好 留在香港也好 或者退休也好 如果不做事 其實你會脫節 會越來越蠢的 我的最好朋友經常都說 人類會進步 亦都會退步 媽媽她不會做家庭主婦 而我亦都不會做家庭主婦 Hockey Family在疫情期間 仍然沒有定格 以及清潛都會跟著市場需求 容易改變 清潛在疫情中 亦都增加了新的活動 就是單車 跟潛水好似的 就是因為爹爹喜歡潛水 所以不如開一間潛水店 然後在疫情中 他很喜歡無拘無束地 在海邊踩單車 所以不如買單車來租給人吧 亦都開始了我們清潛的 單車租車服務 所以慢慢清潛都有轉型 是因應市場的需要 但其實在日本人來說 租單車亦都很受歡迎 有很多日本的旅遊雜誌 網站 甚至乎欣立村附近 這些大酒店 都打電話來 跟我們有客人想租 所以在疫情之中 我們多了很多日本客人 跟我們租單車 真是日本人很喜歡租單車 希望大家來到可以嘗試 在因應村那邊 在海邊那邊 慢慢踩單車 是一個很舒服的事 日本突然間開閘 各行各業都人手不足 包括我們香港 公公爹利和清潛 除了因為人手不足之外 亦都為了方便大家 我們就演變成自助租單車服務 讓大家可以隨時來拿車 來還車 那就不用等你等他 我們就實行這個安拉系統 你不要騙我們 其實心態 我們都作出很大的改變 疫情之前 我們覺得同行如敵國 但疫情之後 我們覺得大家應該做大個餅具 所以Oki Family 亦都開始跟朋友一同 推廣沖繩潛水這一部份 香港爹利賺的錢又不多 其實很多次叫媽媽 不宜放棄它 把時間放在很多產品的地方 媽媽認真嘴唉過 但是拖拖拖拖拖了幾個月 就拖到開閘了 到開閘之後發現原來 香港爹利這個窗口 是一個很特別的窗口 來的 這個小小的窗口 令到很多人可以輕易找到我們 我們有很多粉絲 帶著手信來探望我們 然后买个蛋撻 买杯饭来支持我们 说一声多谢 我们真的非常多谢他们 但除了这件事之外 我发现了这个小小的窗口 有另外一个价值 就是大家可以很无拘无束地和我在这里开会 是不用约会的 是中过来 可能聊两下 然后发现原来大家有合作的机会 就可能谈了一些东西 但其实这些机遇是很难去数字化量化 因为它不是直接说在这里开单我收钱 然后直接是一个营业压 它不是一样的东西 但我觉得是会对我们的OkiFamily 将来会有很重要的影响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合作 你们可以来找我 其实最大变化都是OkiFamily 我们今年开始跟不同的YouTuber 不同的平台CrossOver 他们教了我们很多东西 从中可以装备自己 例如最简单的IG Story 我们之前没有时间摸索 完全不会用的 因为对于我们来说 OkiFamily主要推广的地方 就是自己的潜水店清潜 他们教了我们很多东西 而另外一个平台FlyDay 它更加教了我们怎么剪接 那个剪接技巧 对很多人来说其实是商业秘密 但他们很愿意教我们 令我们学了很多东西 OkiFamily还多了很多商业的合作 尤其是最开心的就是 周济酒店都找我们 当所有东西进行如火如烛的时候 中国突然之间开闸 但你猜不到的是 香港曾经有特殊地位的地方 都一切被人制裁 原来在过去三年 不经不觉世界各地 应当香港是中国完全全传的一部分 很多东西变化 其实只是差最后一根稻草 在十二月尾日本突然间说要删杂 然后令大家都很恐慌 我们立刻公开通知大家 清潜的活动可以免费取消 让大家可以放心些 可能损失少些 但有些客人我们问他 可以退款给你 要一起来完整个梦 之后才去别的国家或者留学 我们听到真的感动 亦都多谢大家呼吁 叫其他客人不要取消我们的booking 我们看到的comment是感动的 开闸之后 各行各业都面对人手不足 包括我们在内 所以我多了时间回来清潜 但因为这样多了时间 跟客人沟通 发觉大家对香港的心态 已经有很大的改变了 大家已经有意无意 这样逃避香港的现况 即使是来到日本 仍然不敢再说 亦都不想再说 因为太累了 演唱会的萤幕掉下来 都可以说是因为教育方针出现问题 导致发生不幸事件 香港百业代费 GDP的经济增长大跌 主席居然可以说是由自及轻 真是好生意 朋友的变化亦都很明显 以前的香港人离开香港 预先一早会跟朋友说 什么时候离开 然后吃饭 但去年就出现了很多 不声不声的离开 世界变化实在太快了 大家都不知道是否可以成功离开 不如落实才公布 这样的思想 事实上世界上很多地方已经开始落习 英国首相说明会减少移民人数 加拿大AIPP暂停了 日本对工作签证 或者移居签证的审核也严格了很多 日本居留签证这个游戏 其实攻略已经改变了 在2019年仍然属于中门大开 如果你申请经营管理签证 再加一点基本文件 有个很好的事业计划书 其实很多人都批 甚至批起家人 所以我们2020年 2021年都很建议大家 着处尝试去申请经营管理签证 做生意申请成家人 但是在2022年开始 整个签证的规则其实是一样 但是它严谨了很多 你要补很多文件 而且它很多时候 只是给主申请人这个签证 所有家人都不给签证住 是真的难了很多 移民 当是想一家人开心心愉悚 开头已经要分开 值不值得呢 无论什么国家 所有政策都是为自己的人民 为自己的国家经济的 各国收购想要的移民人口 就会删杂或者提高门槛 香港人离开的闸口 已经开始收窄 日本为例 如果想家人一起过来 已经比之前困难了很多 很多人一直都说 找两年前才离开 但是两年之后的世界 你可能需要另外三年才能追上 两年前我们已经说过 你未必能跟得上变化 这个世界不是谁欠谁 大家都是各取所需 我们说的东西仍然跟三年前一样 如果想离开的话 尽快 需要离开 现在可能是最后机会了 未来可能不是别人收不收你 是你住的地方 是不是放人 过去这一年 其实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我们Hong Kong Dairy 由一间本来 好像想买两三项饭的店 变成烧味和蛋撻店 是因为淋淋种种的原因 我们基本上是跟着市场去寻求变化 亦都跟着人手去寻求变化和改变 其实我觉得不可以给自己的学历 去挖住自己 说有些什么可以做 什么不可以做 为什么大学毕业生要做男领 其实我大学毕业生 我现在都在那里切肉 其实我喜欢这样就无所谓 其实我很喜欢做收银 因为觉得不太用脑 又可以叮叮叮叮 所以其实做什么工作 就跟你的学历 其实可以无关 总之你是落在其中 你喜欢的就可以 其实我小时候在英国 我爸爸开过几年 Fish and Chips 店铺 我在里面做过收银 包括炸鱼薯条 其实我很喜欢做的 所以我觉得不要说 我们的学历是怎样怎样 所以那些洗碗 那些或者 骚髒东西不做的 蓝鸣不做的 做维修不做的 师傅不做的 其实很多东西都不用做了 你坐在这里等运动 还是你去寻求变化 去做一些你之前没有做过的东西 但是你也可以生活到 然后你发觉你做了很多人开心 或者有一些其实本身你小时候想做的 你不要因为我 我读IT出来 我没有理由现在去做厨师 我觉得我无需去想这些东西 大家可以放宽自己的想法 去实行一些你以前想做 又做不到的东西 不要想你的年纪 不要想你有多少财力 也不要想你的什么大学 还是小学还是中学毕业 还是怎么样 我觉得人的机会 或者那条路 全部是无限的 无限的选择 你是自己走出来的